香港反送中抗争近一年 不少港人来台寻求庇护 提供流亡港人合法工作的餐厅保护伞 昨天在台北正式开张 涌入了许多人潮 餐厅临近台湾大学 由替抗争港人担任义务律师的黄国彤协助开设 让十多名15岁到20多岁流亡台湾的抗争者在店内工作 并提供法律的援助 餐厅上周宣布 员工首张的工作证已获核准 平常一夜时间为每周二到周六 医院份香港警务处资料显示 反送中运动中共有7019人被逮捕 其中约四成是学生 被逮捕的民众中有1092人被起诉 38人被定罪